看世界来关心 每年到了万圣节 东京色谷街头都会出现 大批民众喝酒闹事 为了避免种种乱象 色谷区公所宣布 25号到27号 以及31号万圣节晚间 到隔天的清晨午点 色谷周边街道及公园 全面禁止饮酒 当局还编列了一亿日元的预算 除了要制作禁酒看板及布条 还要聘请上百名的保全 来帮助警方维持秩序 26号晚间 东京色谷街头聚集大批民众 尽管万圣节还没到 不过民众已经等不及上街狂欢 有人扮成漫威超级英雄 还有人搭上电影乐潮 装扮成小丑的模样 不过跟去年近乎暴动的场面相比 今年平静许多 渋谷区は今年から路上や公園などでの 飲酒を条例で禁止するなど 対策に乗り出しています 原来色谷区公所 为了避免民众喝酒闹事 对色谷周边道路及公园 寄出了禁酒令 除了鼓励店家配合不卖酒 更严格要求民众不得在街上喝酒 禁酒期间分别为25号到27号的周末 以及31号万圣节到隔天清晨5点 色谷区公所还编列了1亿日元 约合台币2800万的预算 制作大量看板及布条 提醒民众不能喝酒 还聘请超过100名民间保全 帮助警方维持秩序 万圣节期间 计划到东京的民众 可得留意相关规定 陈卫人编译 有人是在首席 要试试 请按计划 你们可以计划 好